議題如果持續再打下去 事實上對於國民黨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有利 因為全台灣擁有這樣子的農舍的 我要補充一下 數量是非常非常的多 等一下我還有一張圖片 上拍賣網站 你隨便找拍賣網站 你打農舍出來487筆 台灣多的是長得漂漂亮亮農舍 這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這是法律的問題 因為法律沒有一個明確的 清楚的界定 以至於台灣從南到北 都是這樣子 其實你這樣講不對 因為他幹過農委會主委 我覺得他幹過農委會主委 所以你要強調是說 他當過農委會主委 他有沒有違法 他沒有違法 你頂多只能說 他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社會觀感的問題 對於選情的影響有多大 我講兩個層面 他自己當過農委會主委 然後很清楚 在面對選戰的時候 我要說的是 邱毅從2004年開始 不要講說民進黨被搞垮好了 2004年交手到今天 2012年你還是在跟邱毅搞 整個民進黨從2004年 貶加搞到今天 2012年還是被邱毅 甚至那個電視台好了 在這裡面到現在 沒有學會任何的經驗 到今天為止 你剛剛講的到今天為止 還有他自己身為農委會主委 為什麼不可能再一次 把話通通講清楚 這個政策他應該非常清楚 因為2000年開始 如果很清楚 所以我說他有完全錯誤啊 開放農地還有農社買賣 是從國民黨開始 你就把所有政策攤開來講 全部一次開個記者會講清楚 沒錯嘛他就講得不清楚 而且一天三分兩次跑出來回應 你們非常輕敵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講 過去的經驗到現在沒有成為經驗 從2004年交手到2012年 今天還是被牽著走 而且這場選戰 我覺得後頭還有氣 絕對不是到今天 所以蘇嘉全才要說 我的兄弟 我爸爸兄弟有10個 我的兄弟有9個 後面還等著等 還有東西等著 他如果知道 這個選戰還是這樣的發展價錢 來 我現在很簡單 這個部分我做了功課 我要強調 石熙剛剛講的 並非不是事實 你隨便打個農社 我講的是事實啊 我要解釋就是說 並非不是事實說 你打個農社出了很多 但是絕對不是法令的問題 法令是非常清楚的 我就簡單的 法令如果清楚 農委會怎麼會一天兩度改口 我現在就最簡單告訴你 我現在說最簡單 這個空照圖 就Google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我在這個地方有打一個 有放了一個標籤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條路對不對 我現在只比這條農路 在昨天 前天晚上連夜把它挖掉 這一塊我現在比 走比的這塊地號叫118 然後這一塊是它大椅子的 118-1-2-3-4 這四塊都在0.25左右 這整個過程中 這118是另外分割出來四個人持份 我要表示的是什麼 如果沒有法令問題 他不用連夜把它挖掉 那一塊土地四個人持份 這四戶的持份 那一塊土地 兩個現象 一個現象我自己鋪的 農地鋪上柏油 就不是農路 那個就是非農地農用 如果說我申請 我提出土地同意書 相公所來幫我鋪 我的理由是什麼 我種的菜沒有路運出去 我的積蓄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農路你可以幫我做 如果是第一個 那他們偽造文書 讓公務人員來幫他鋪四人土地 如果他的同意書 OK 是叫農路 那如果是農路 為什麼直接連夜挖掉 第二個如果照他的說法的話 他為什麼去種荊棘 昨天去種了很多荊棘 其實我要告訴你 這種只要稍稍有一一點點 這種概念的人 法條一看法會一看就清楚 我覺得純乎一心 他是主管農業機關 我再告訴各位 其實大家都沒有打到重點 邱毅沒有打到重點 我不是扯爛屋的人 今天小英的台一線一路上來 我在等那部車子的照片等不到 我看看他今天車子出來的照片 我就告訴你有沒有違法 你說車子就是上一次 在媒體上有 是 我點出來的東西 我可以告訴你 那部車有沒有違法 只要看到照片 我就告訴各位違法在哪裡 各位你們可以看一下 對不起 我看一下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他的房子 這個面積 我們用比例子一量就知道 超過1.1 為什麼屏東縣政務要說 他沒有超過1.1 因為他有很多 例如說什麼機具 雨批 這些東西他都不把它算 他算他主結構體 但是怎麼算都超過 為什麼 他這個之後756坪 所以他一個基地面積 他最多150坪的面積 他蓋2層是不是只能蓋75坪 OK 沒有問題 這個基地面積絕對超過75坪 第二個 農委會主委蘇嘉全 自己的行政命令解釋函說什麼 圍牆 道路 這要鋪設硬鋪面的道路 包括庭園造景 通通記錄1.10 蘇嘉全任內自己的解釋 我們解釋的 你說他不知道 我要強調的是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我告訴你 今天農委會跟屏東縣政府 已經跟他們的地主 也就是洪恆珠女士 一起去會甘了 所以農委會 所以他們說會甘有問題就猜 也在裡面 沒錯 我要告訴你 不要激動 有問題就不會拆 這個東西第一天講 我就覺得結束了 當他的祖墳被檢討的時候 他說你們不要這樣欺負我的祖先 然後他說都不要去拆別人 只要拆我家 我們什麼時候要去拆別人 你現在一講 好像全台灣的農舍的地主 都認為說國民黨以它為敵 不是的 在宜蘭兩坪的狗屋 它為什麼先蓋 蓋在那邊 然後你買了以後 你就直接擴建 就不用等那兩年 你說合不合法 合法 就是因為他要合法 法令很清楚 他去專法律動 您是法界的高材生 但是我要強調是 你是執法者 你是解釋法令的人 你自己這樣子玩法 那以後很簡單 如果這整件事情 我不曉得 這整件事情對馬英九來講 選情會獲利嗎 對於小英來講的話 會因為副手的這個問題 會受傷嗎 因為它會有一個聯動關係 如果馬英九 現在馬英九已經是第一名 目前民調看起來 小英緊追在後 大概差5個百分點左右 一般大概講 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對選情會有影響的話 那馬就更可以不要理送了 反正我的選情再往上走 如果再有這些事 那送你再什麼 我更不要理你了 這個發酵下去的話 對小英是有影響的 當然對馬英九會有幫助 火著的話 不會電台 一天到晚談這個議題 他就是有收視率 而且討論的人也多 所以他抓這個打 那這個東西通通都是 秋意志去弄的嗎 我都不相信國民黨 跟這個都沒有一點牽扯 多少也會提供一點資料啊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都沒有違法 但是明義講它是專法力漏洞 你當過 當過主管 單位的主管 你應該有漏洞 想辦法把它補起來 結果你不把它補起來 自己又去專 那如果全省的農舍 都會看通通沒有違法 好 大家都比照 蘇家權的這種農舍 來蓋的話 現在說什麼 一萬兩千多戶 就違法農舍 通通比照蘇家權 我看喔 違法的不到兩戶 你懂得比較重要的通道合法 是不是這樣 來來來 我這麼說 合不合法這個其實 大家都已經說很清楚了 如果蘇家權今天不選副總統 沒這個事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馬上選連任 這個政務官陳武雄 不會跳出來第一時間出來打 那我就說這就是選舉的政治 這叫政治議題了 這已經不是法律議題了 所以是蘇家權沒有政治智慧 解決這個政治議題 那更可怕的是說 如果說好 這個他說法律漏洞 那這個可能有弊病啊 陳武雄 也看了三年多了 他怎麼都 這個麻木不認人 什麼都不曉得 現在終於曉得 也不對 所以我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是很中可能講 我也不是說隨便選錯 就是說 你要打別人之前先考慮 你自己有沒有做錯 蘇家權 不要以為說他不違法就OK的 實在社會觀瞻一塌糊塗 那國民黨也不要高興 剛才我們一刀割又說了 不是一刀一鴻兄 一刀割 他又說你看 這難道是邱毅這個人就這麼懂了嗎 沒錯 根本不是邱毅一個人挖出來 是太多人給他資料嘛 所以我說 政黨輪替好幾次了 大家把事情做好 視為上策 不要怕別人泄滅 我回應一下我對不起 第一個陳武雄不是第一時間跳出來 是屏東縣政府第一時間跳出來說合法 然後立法委員提出質詢說 然後我會主委你是主管機關 他這樣說對不對 這不是重點嗎 他去做說明 我現在重點是說 如果你要批他不對 這三年多你在想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這個小問題 我們不要怎麼只是說 雙方就不得力了 因為你這樣子說法是 好像說 他覺得是因為這部分在拍把屁嘛 他說是邱毅有人爆料什麼 我問啊 這個案子怎麼出來的 因為他們家的祖墳 有人去巡邏 掛了一個巡邏箱 弄到了祖墳 再弄到了 我可以告訴你 這在屏東都不是新聞 這都是舊文 你剛才講得很好啊 他是選副總統的人 才會被檢驗 我告訴你 謝長年是選總統的人 他在宜蘭的農舍比這個還大 有沒有人去檢驗他 我講話算話說話 他還是什麼 民進黨的訓練中心啊 我說話算話 這個是他們的土地屯本上面 我說過了 這個土地屯本上面寫什麼 奉屏東縣什麼政府幾號幾號 這是一個行政區域的調整 區域的調整分區的調整 我們不把它當弊案吧 但是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接受 我再回憶一個 剛才你講得很好三國旗 我就舉一個最生死的例子 因為你把宋代進來了 我們都玩過跳棋 跳棋撒哈都 大家往中間跳 目的是要到對面 對 你現在都不跳出來 然後不打緊 我們拼命跳 我可以跳到別人家再跳出來 因為不能待在裡面 但是我可以坐手 我可以 好像讓你過 但是目的 我要你停這一格 我要跳 現在親民黨的動作是什麼 你統統綠色的跳一排 在他們家前面 他不出門 然後我們拼命在跳 他說好吧 一百天不算什麼 等到我們跳到後面 沒有時間的時候 你要怎麼跳 你沒有兵沒有將 沒有旗沒有子沒有格 你怎麼跳